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唐太宗时期建造的 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 在2011年 因为拥有悠久历史的原因 清泉寺 还被平为了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寺庙里有一口目前世界上体积最大 分量最重的古钟 也是见识之初流传下来的 虽然已经生了很多铜锈 但是敲起来的声音却依旧阵容发聩 虽然说大佛配大钟 为此寺庙决定修建一座世界最大的大佛 建造这座大佛总共花费了12亿元人民币 但是给大佛周身镀金就用了600公斤的金块 这算下来少说也得几亿人民币了 大佛建成后取名为中原大佛 据了解 中原大佛的佛像身高有108米 连同底座的总高度可达208米 是当真无愧的世界第一大佛 不过话说回来 自从大佛建好后 随着前来旅游朝拜的人数越来越多 寺庙的工作人员似乎看到了其中的商机 于是在短短10天的时间内 就把门票从当初的60元 一下子抬到了120元之高 同时景区内还新增了许多收费的项目 比如抱一下大佛的脚趾头收费50元 敲钟三下收费100元 可见福泉寺商业化的现象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对此游客们纷纷表示 拜佛都拜不起了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